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VID NIGHT社区 我们社区是做全网KOL 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 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然后来看一下行情播报 昨天群体下午5点钟的时候 群体的胖大佐分享在28001的时候附近开空 然后群体的我爱作业 把他之前那个多单的指引挂在280044差一点 他没有指引 胖大佐挂的是280050 他们想转头开个空单 然后再来吃空单 你像他们这样是不行的 就是一点的利润都不放过 全部要通吃 一点都不放过 这样是这样的不行的 然后昨天群体的踏空罗真爱粉 在27950的时候就直接开了空单 没有去等 大家开单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10点20点都要吃 有时候差不多的情况就已经可以上车了 他们这个单跟的是谁呢 跟的是昨天的博洋 博洋在昨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 发了一个空单 他这个空单让大家在280076的时候 去接这个地方 然后去开空 看空看到27449 大家开单的时候要注意啊 你像这些大的KYL 他们本身在国外都有几十万的粉丝 他如果报280076这个点的话 大家如果看到差不多的情况就应该要上车了 不要就是把点位控制的这么精准 后面已经出现下降趋势的话 那就更要及时的上车 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会错过 按摩前的走势来说的话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点的时候开了一个空单 大家都是盈利状态啊 然后昨天下午博洋在发完这张图之后呢 然后他跟了一张图 他说昨天的长篇大论仍然存在 相当于的话 他认为这个点跌下来之后 大家要在27450左右 这个点 就差不多27500可以设置到这个点 然后去开一个多单啊 止损的话放在27200多左右啊 止盈的话放在28100附近 那这样来看的话 博洋认为是一个先上涨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跌下来再上涨那就是一个小规模的震荡趋势啊 大家如果跟博洋单的话可以这样来跟 看能不能把这个震荡波段都吃到 好然后来看一下Jayson Jayson在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说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将在40分钟之后开始直播 以下是我今天要寻找的交易 我将在6分钟或者更低的架上做空一个看跌的分割线 我的最终目标是CME缺口加GP 好 然后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 Jayson也是发的一个在28000出头这个地方去开空啊 然后看空到26800多左右 止损点不要卡那么死啊 不要一二十点二三十点都不放过啊 然后 Jayson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比特币这一波上涨的话 是在周日的时候进行的上涨 在期权交割中间 在27200到27400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看到没有 Jayson认为会回调回来补这个缺口啊 这是Jayson在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说的他的观点 是群里的香港小伙伴们看完之后跟我说的啊 但是他并没有说补缺口的时间 其实每一次这种周末上涨的话 大概率会去补缺口 但是几时补这个不确定 然后Jayson接着又说 长一是周日低点的CDW 长线二会有点困难 因为区间区域太大了 主要对GP加CME缺口加SPS填补多头感兴趣 最高可达3万 相当于的话 Jayson认为如果填补完这个缺口之后 有可能会反弹到3万 大家要注意开达的点位啊 好 然后来看一下提阿菲罗怎么说 提阿菲罗在昨天晚上11点钟的时候说 现货这边上方挂单卖出的不多 下方等回踩买入的倒是有 相当于的话 现在上方去卖的人不多啊 大家都在等回调之后去买现货 然后提阿菲罗说 目前在W锦线附近得到一点支撑 然后提阿菲罗接着说 4小时若下来测试之前的真空缺口 看来盈亏比更好 提阿菲罗也认为 有可能会去回踩这个缺口部位啊 好 然后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新加入的社区啊 区块链狙击手 大家看一下他画的图啊 他认为会这样走 来看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是我的预期 香港交易和中国资金的涌入 可以推动到3万 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消息 来推动超过这个数值 如果他超过了3万2 我们可能不得不改变我们的观点 但是对于BTC来说 抛售仍然是可能的 如果他失去了图表上的200EMA 我们将考虑波段短线 同时注意BTC是在一个主要看跌的OP 有一个下降三角形的结构 好 这是他画的下降三角形结构啊 然后他说 这种结构通常会倾倒 除非BTC突破2万8 如上图中的黄金图所示 还注意到 在2万6千7处 有一个段路器块 它可能会下降以填充泵 他认为在2万6千7 这个地方会去填充一下 请注意 BTC历史上最糟糕的月度表现 发生在去年6月 去年有几个催化剂 如NUNA 三件 崩盘等 我们现在没有那种负面的催化剂 如果有的话 我们在6月3日之后有正面的催化剂 请记住2万5千8是6月的门槛 只要这个水平保持住 我们就可以做多 如果BTC丢失 我们可以开始抛售 然而 从第一周到第三周 可以被认为是看涨的 我在图表部分提到 所有的长线都需要分批进行 采取波段交易 可能是地域般的压力 好 这是区块链狙击手的观点啊 高手们的观点是差不多的啊 也就是跟柳玉东柳大说的是一样 在6月23号之前 只要不跌破25300左右这个点啊 他认为是25800是门槛 不要跌破这个点的话 后面就上涨趋势 所以大家在这个月 头三个星期做的时候 还是得小心点啊 他说在6月的第一周到第三周 可以被认为是看涨的 如果是小波段 在那个地方震荡 或者微量上涨 只要不破那个数 后面肯定会起飞啊 然后区块链狙击手 在今天早上9点50的时候说 正如在BTC更新部分提示到的 我们预计6月3号会有个小小的抛售 所以我将在一级关闭MANA交易 并在0.5以上重新进入二级 MANA和META代币 将在6月5号的WWDC活动中大量涌现 但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代币上 以便在6月1号香港活动日中进行交易 我们很快会上传到中国代币的清单 同时会详细解释这些交易 并在明天的视频中解释如何交易这些级别 6月3日满月 我们正在寻找交易这些代币 好 然后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的短线交易 他在今天早上9点40的时候说 香港从6月1日开始交易 随着债务上限的决定 经济方面没有更多的风险 债务上限讨论中采矿税已经取消 6月中旬之前不再会加息 苹果的WWDS事件将会导致反弹 6月3号是满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保持做空WAVES的原因 可能也会做空OP 然而即使BTC在27300处跳水以填补CME的缺口 我们也可以期待6月3号到6月5号的反弹 那这样来看的话 他也认为比特币会去填补这个缺口 但是他认为会在6月3号到6月5号反弹 这就是这几天的大致上的一个交易计划 大家要在其中寻找交易机会 好 然后来看一下炒鱼班的金牌分析师约翰怎么说 他在今天11点47的时候说 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三日线的反弹案例 行情是非常猛的 所以请不要错过这次三日线的反弹机会 即使最小仓位也没有关系 至少要体验到 这是炒鱼班约翰的观点 好 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风格 比特币风格在今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说 以太坊整体来讲多头走势强于比特币 前波段高点的上坡 回抽确认支撑有效性 短线可以参与以太坊 长线比特币的多单继续持有 好 这是风格化的分析图 风格的意思就是说 比特币的多单可以长线持有 短线参与以太坊 然后他接着说 5月31号收月线 6月1号香港事件 6月2号非农数据 好 这是风格对大家的提示 好 然后来看一下首长的观点 首长在今天早上8点50的时候说 BTC我认为宁可止损不能错过 万一喷了 昨晚睡着了也没开到27500的设置 止损行情有效跌破27500 止盈的话是这几个点位 然后接着说 如果有效跌穿27500 后面我们就扭头去考虑做空了 没什么纠结的 好 首长认为27500这个点不能去做空 Jason柏阳呢 他们认为空到这个地方之后 然后再来开多 是吧 KLM的观点还是有点相似的 可以有共通之处 然后首长接着说 这是他的第一指引位 相当于的话 首长在这个点位就不去开空单了 首长就直接在这个点位去开多单 然后他开的多单的位置是27700 直接就开多了 好 然后来看一下刘一东柳大的观点 刘一东柳大在今天11点钟的时候说 AI之外另一个科技巨大进步是脑机接口 他能让瘫痪的人站起来跑跑跳跳 能让失明的人看见世界 甚至让ED患者意气风发 让老年人焕发青春都不奇怪 这个领域是科技大国必然投入的领域 已经有一些公司涉足其中 没错 又是伊隆马斯克 马斯克是很多行业的领袖 也是我们币圈领袖是吧 他喊一声 我们币圈就要起飞 然后柳大对今天的比特币怎么看的呢 多头必须在6月1日早6点之前止跌 并且必须守住蓝色曲线27303才有可能继续反弹 否则会导致蓝线反弹结束而再次下跌 好 也就是昨天那个空单的话 最短的话 大家只能拿到明天6月1号的早上6点钟 这个点 也就是说明天的凌晨6点钟 如果这个点比特币之前已经开始反弹了的话 那就要把那个空单给平掉 如果在6月1号之后继续下跌的话 那那个空单就要长线持有了 如果跌破了27300这个位置的话 那那个空单就需要长线持有了 大家注意这一点 好 然后来看一下书琴的观点 书琴在昨天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说 今天的合约报仓分布图来了 现在临近左边的27500到26700 有非常多的多单可以被清算 每个柱子大约是7000万美金 10个柱子快10亿了 庄家往下动手的概率非常大 短线的话 激进的现在可以做空到27000附近 求稳的就在27000附近挂个多单做多 长线的话 咱们上周抄底的低倍长线可以一直拿着 好 这是书琴看报仗图给的观点 书琴这个报仗图是一个全局报仗图 是个免费的 我们社区的报仗图是VIP内容 它这个大家可以在网站上免费可以看到 然后书琴昨天下午3点钟接着说 BKEX交易所确认是凉了 钱取不出来了 这警方刚抓完上海的Multi的15亿美金 现在又去四川抓了BK团队 一波端 项目和交易所一定要选出海的 人不在国内的 不过这交易所体量小 对币价影响不大 今年小牛还没完 后面会有一波大行情 然后这是书琴发的新闻 书琴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们社区推的都是相较来说 比较大的交易所 那种小的野鸡交易所 我们社区不敢推 大家选交易所的时候 同样要慎重 不要选这种野鸡交易所 听了没听过名字的 好 然后来看一下美股研究社长的观点 社长在今天中午的时候说 今晚就是多空大战了 其实对应的就是标普4180 一旦跌破这个位置 等于5月的月K收出了社机之星 后面就等着崩盘了 要是没跌破 到时候再看 今天很关键 月底收线 如果这根线收不好的话 后面美股要崩盘 好 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一小时的爆仓图 比特币如果下跌到27,434去 会把所有开多的人爆完 如果上涨到28,150去 会把很多开空的人爆完 一小时的框架范围内的话 庄家如果上涨的收益会比下跌高 好 然后来看一下ETH 以太坊如果跌回1880去 会把所有开多的人爆完 如果上涨到1919去 会把很多开空的人爆完 目前庄家的话 上涨和下跌的收益率 其实对于以太坊来说差不多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